好 弟兄姊妹平安 谢谢主今天继续的来施恩在我们众人当中 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祂 最近很多的中国的同胞 在为一件事情非常的忧心 就是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时隔17年开始修改 在一周的时间里面 征求意见已经有7万多条 有一位自媒体的作者说 不要觉得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和你无关 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是那个例外 不要觉得发生没用 再渺小的个体 也有不屈服的尊严 现在发生 就是为未来的自己呼救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不重而收 人都想搭便车 我不付代价 但是能够希望享受 那一个成果 不在公益上撒肿 却想在自由上收获 所以有人说 在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现在想想 过去一些年 我们和我们的同胞的作为 表明一件事 就是我们今天所进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真的是我们配得的 很多时候我们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还记得2012年 2013年的时候 很多人还在欢呼 欢呼新政 在呼唤政改 我不知道现在那些的 欢呼的人今天 情何以堪 那2018年之前 之前的一些年里面 几乎每一年 都有人传说 传出这个好消息 说宗教政策要放宽了 宗教自由 中国的宗教自由 只日可待 不知道那些传出 这些小道的好消息的 这些的人 今天作何感想 我们所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多种的多收 少种的少收 每一个人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 许多人在三字的宣言上签字 每一个人的签字 看起来都算不了什么 但是加在一起 构成的一个见证是什么 就是半数以上的基督徒 都在卖主的罪上有份 这王爷们是说 中国教会是有卖主的教会 而今天我们面临 这个逼迫的新的一些举措的时候 当诈骗罪 这种逼迫教会的新的方法 在全国开始 从试点到推广的时候 这种做法就把逼迫的范围 扩大到每一个弟兄姊妹 当你被人找去做笔录 在一些材料上签字的时候 你不要想说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说了什么不重要 我不过是承认我 我有两千块钱的这个奉献 我不是不过承认 我有三千块钱的奉献 这个没有什么 但是你知道 你在那个报警的材料上 你在那个举报的材料上 你在那个询问的笔录上 所否认的每一笔的奉献 当你承认说 这就是诈骗的时候 你知道吗 累计起来 累计起来会是多少 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说 我们自己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重要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定要想清楚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句句都要供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人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有罪 前段时间我们看到那个消息 就是山西临坟 圣越教研教会的礼节传道 韩小洞传道和王强弟兄 他们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开庭 但是听说 当时传出消息说 涉案金额 达到78万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将来等到开庭的时候 检察院提交给法院的这个起诉 到底是金额会是多少 但是我想最后他要确认的 这些金额 一定是要每一个所谓的被害人 要有供词 要有口供 一笔一笔的加起来 看望他那个时候不是78万 求主来怜悯 怜悯 怜悯我们 不只是怜悯 正在经历逼迫的这些教会 和弟兄姊妹 也怜悯我们 这是我们关于 哥林多后书第八到第九章 这个关于奉献的第六篇的正道 今天我要分享两点 第一点 从末世和国度的眼光来看 众和收 少众的少收 多众的多收 少众的少收 和多众的多收 我们要放在末世和国度的眼光来看 第二点 从恩典与善行的循环 来看众和收 众慷慨的种子 收仁义的果子 众慷慨的种子 收仁义的果子 我们要从恩典和善行的循环来看 好 我们先看第一点 从第一点 从末世和国度的眼光来看 众和收 少众的 少收 多众的 多收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想 如果我们不是从末世的和国度的眼光来看 你可能 你可能会觉得相反 多众的不一定多收 对吧 少众的也 也不一定少收 是吧 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很多的经验 与此好像相反 比如说 我们多种 现在要扩大这个水稻的产量 把水稻种到山上去 水稻上山 能多收吗 你发现一场大雨过来 这个 这个种的 弄的这些梯田都毁了 不要说多收 是颗粒无收 那 把链钢铁 把家里的所有人家里面的这个这个凡是带铁的东西都都拿出来 砸了 然后放在炉子里面链 这个 弄了很多的炉子 弄了很多含铁的东西 令钢铁 就能够成为世界上 钢铁产量最高的国家吗 你看那 不会啊 不是不一定啊 在历史上看到我们 我们看到是失败的 当然 从常识上讲 中国人也讲说 一分根源一分收获啊 天道愁勤 但是 因为很多人讲说 很多时候你拨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却是跳脏 弄和收之间 怎么样能够真正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呢 好像 就像我们刚才进拜的时候 讲到 很多人把自己的成功啊 把自己的丰盛归到好运 归到各种各样的偶像的 这个 当中啊 是你知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从 一个永生的角度 不从漠视的角度 我们是看不懂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的努力是没有收获的 很多时候 那个付出最多努力的人 好像他并没有得到回报 反而是有一些的 好逸勿劳之徒 让他活得比众人都自在 那我想 众和收的 第一个法则是什么 用是从今生中 收是从永生收 用是从今生中 收是从永生收 现在经生如果没有永生这回事 没有永恒的国度 这回事 如果如果我们 只有这个 定上的这个 七十年八十年好活 那么 我们面对的那个 每一天会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所做的事情 有什么果项 其实我们心里都 没有任何的把握 你发现洪水忽然就来了 你正在睡觉的时候 洪水把你的家园都淹了 忽然一个 这个打雷 天上打雷 雷暴发生之后 你发现你忽然就呼吸困难了 然后 忽然之间 在一个月之内 或者说 多少几天之内 因着一些的 作物法到处流传 中国的这个 水产行业 跟海鲜相关的这些 餐饮业 业之间 遭遇命令之灾 你根本就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做的一切的努力 你刚刚好 刚刚投资的 几十几百万 开了一个海鲜餐厅 但是你怎么知道 会有关于 日本所谓的 河沸水的 这种传闻 传到中国之后 其实很多的人根本就 就害怕 然后就不会来消费 你怎么会知道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你不知道的 那你 将面对的是 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 你怎么能够肯定的讲 说 多重的一定会多收 少重的会少收呢 中国人 有句古诗说 耳槽生与 名俱灭 不费江河万国陵 然后 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很快就会被掩灭了 万里长城 金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化 人算什么 我们 我们看着 就是说 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好像 没有什么 没什么用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 这一群 已经蒙恩的百姓 我们知道说 我们不只是活地上 这一段 我们有永生 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有永恒的国度 在新天新地 直到永远 与上帝同在的 那个荣耀的 圣洁的生活当中 今生 你再回看今生 回看在地上的 这短短的 这一生 只不过是一瞬而已 所以 圣经在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这里讲到说 讲到死人复活 的时候 这样说 所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盼望不是在 今生之内 真的会有一分 耕耘就有一分的收获 在今生之内 很多时候我们 所做的许多的努力 好像我看不到果相 你 你会不会想要说 今天种下一棵苹果树 明天你就在那个树下面 等着 等着要吃苹果 不会 很多时候你种下的树 要等到后人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前人种树 后人吃果子 你会不会想要说 今天你看刚刚开始 小朋友们 你会不会想要说 今天开始 学惩罚口诀表 明天你就可以算 三位数乘三位数 口算 非常的流利 不会 那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今生 要学习一件事情 用世人 从心理学生讲的话 叫 延迟满足感 那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小孩子 这个 我们要要帮助他们 让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不要让他们接触这个电子产品 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们 保护青少年 要远离 网络游戏 远离这个网络上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这些电子产品 这个网络上的游戏 特别是游戏 所带来的 一个对人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 他带来一种强烈的 马上要看到结果 马上就看到结果 所见即所得 会用强烈的刺激 就是说我要立刻获得满足感 所以你在那个游戏当中你曾经发现 你只要在那里玩 你很快也发现你的分数 很快就会 不断的积累 你一关一关的过 然后你只要努力 你即使前面没有过 你只要努力的学习技巧 你很快就过了 你的技巧不断的提升 你的分数 然后从几百分增长到几千分 增长到几万分 有一天你看 我一百万分了 你看到说 那个 这个非常好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都会把人的眼光 不只是现定在今生之内 而且就是现在 非常非常短促的远前 也是非常可怕 任何收的法则 能够成立 不是因为在今生里面成立 是因为在永恒当中 今生重 在永生当中的收 那是确定的 我们知道 当圣经说 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是的 这话是真的 但是在什么意义上是真的呢 如果没有永恒 没有永生 这话怎么是真的 这话就很多时候不整 所以 第一个法则 用是从今生重 收是从永恒收 第二 用何收的第二个法则 用是从信心重 收是从眼见收 很多弟兄姊妹会说 哎呀 这个不要谈钱 不要谈钱 这个我们基督徒 其实最不需要谈钱的一群人 金钱是不属灵的 也是不重要的 那是其实恰恰相反 弟兄姊妹 金钱是我们在世上 要处理的 诸多的事物当中 可能跟属灵 相关度 非常高的 金钱是我们要处理的 属灵的核心事物之一 因为圣经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当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当中说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净的 你随你的本心所着净的 你的心里面 想要奉献 那个奉献才是 你的心里面 甘心乐意的奉献 那个奉献才是 上帝所喜悦的 那你说 那我没有甘心 没有乐意的奉献 上帝就不喜悦了 他要把这个钱 从这个库里面挑出来 丢出来吗 不 他不丢出来 但是 你失败了 你明白吗 这个奉献本身上帝会使用 但是你自己却失败 你看到圣经当中 讲到这个金钱的时候 非常强烈的提出一个对比 你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为什么没有说 你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皇帝 没有啊 你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人 甚至都没有这样讲啊 因为看到 古往今来 我们面临的一个 非常巨大的试探 就是金钱 耶稣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路途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我前段时间 听一位牧师正道 他讲的一个例子 他说一个美国的企业家 当他 他就在一个教会当中 给一个牧者分享 他说牧师啊 我现在太难了 以前 我一个月挣一千块 奉献一百块的时候 我很快乐啊 我挣一万块 奉献一千块的时候 我也毫不犹豫 但我挣十万块 奉献一万块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作难了 但我现在 我一个月挣 这么多的钱的时候 这一百万 挣几百万的时候 就再要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 就感觉到很艰难了 牧者就 就为他祷告 说弟兄来 我为你祷告 说主啊 求你减少他的收入 恢复他在你里面的爱和信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主给我们的这个 创组 如果我们的恩典 我们不是给出去 不是奉献出去 就往往会成为 我们生命成长的领祖 有人说 钱财是 这个最好的 徒人 却是最坏的主人 被奉献 奉献反映的 是你 这个信心的含金量 所以本心所着定的 按照信心的程度 你对上帝的主权 有几分信靠 你就会有几分的热心 和甘心来奉献 你对上帝的恩典 有几分的 这种经历 和你真实的依靠 你对未来的生活 就会少掉 就几分的担心 我想对于大部分 这种子民来说 不只是有金钱的奉献 还有这个时间的奉献 但我们说 我们来教会来服侍的时候 我们就是 把我们的时间 把我们的生命建给主 金钱和时间 生命的奉献 其实 其实你可以直观的看出来 这个就是信心的一个 一个温度计一样 你的信心到底是冷的是热的 是活的是死的 其实从你的奉献 从你的服饰 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当然我不是说完全 但是你里面的信心 你在外面 如何有一个反应呢 你发现 别人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 你在奉献的时候 当你想要来服侍教会 但是你却 果足不前 瞻前顾后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里面的 那个艰难 你知道你自己里面的 争战 是不是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包括有很多的牧者 在金钱上跌倒 因为我们往往 要么是贪财 我们贪恋这个世界 世界里面 要么就是怕穷 我们害怕 过那个在世上贫苦的日子 要么就是 无知的浪费 浪费 很多时候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的风潮 买了很多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把我们的时间 把我们的金钱 浪费在那些无误的业务当中 所以 太伯牧师曾经 写一句话 他说 推特和这个Facebook 在末日的时候 要证明 基督徒不祷告 不是因为没有时间 我想这个对我们中国 中国弟兄姊妹来说 可能要改一下 不是推特和Facebook 可能是 是微信 是抖音 是小红书 要在末日的时候证明 我们不祷告 不是因为没有时间 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学着说一句 类似的起 宝宝 拼多多 美团 这些 还有其他的一些购物的软件 也将要证明 我们不奉献 不是因为没有钱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更是从信心中 中却要从眼见收 从眼见的收获 你会经历两种 两个 第一个 有信心的人 在他的一生当中 盟主的引导 他将要亲眼看见 上帝如何的供应他 如何的赏赐他 使他乐意奉献的人 在地上经历 上帝丰盛的供应 这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 我想有很多的时候 那些讲成功神学的人 就是抓住这些点 就讲说你看 他怎么慷慨的奉献 然后他得到了 得到了上帝 很多很多的 在物质上的供应 他们举到 亚伯拉罕的例子 举到 憋博的例子 那是不是真的呢 那当然是真的 是真的 弟兄姊妹 这是真的 是的 你从信心种下来的 你会从远见的 能够看见 播成 是的 这是真的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什么 你从信心所播种的 将来 将来在 天国 你将看见 你将看见 那个真正的收获 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 将因着 你们每一天在内室当中的祷告 将来在天上 将会看见 你的祷告 发挥了 何等重要的作用 我们当中的 有些弟兄姊妹 将因着你热心的传福音 你努力的服侍教会 将来在天上 你会看到 你属灵的 故意 你所结出的果子 要 要一起 将荣耀 归给上帝 而上帝也因此 又要奖赏这样的人 我们当中的 有一些弟兄姊妹 将因在地上 为主所受的苦 为主所流的眼泪 为主所所披带的枷锁 将来在天上 得到上帝 何等大的赏赐 现在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不见 因为我们最先的指示 在今生要看见 那你 你这里收获 可能有时候是小小的 但是 我们知道 我们在信心当中的播种 不只是我们想象 那不信的人都就说 你们的自我安慰 但是不 我们不是自我安慰 我们知道有一天 我们的眼睛将要看见 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荣耀 我们也将要看见 我们的今生一切的奔跑 我们的今生一切的 努力的耕种 在永恒当中的收 这是第二个 重是从信心重 收是从眼见收 那终和收的第三个法则 重是神的旨意 收是神的赏赐 下面弟兄姊妹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经文说 绝对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绝对乐意的人 我们常常有两种的这种错谬 会对我们弟兄姊妹 在教会当中的奉献和服事 产生消极的错误的影响 一种叫道德主义 道德主义者说 我是凭着我的好行为 在上帝面前配得奖赏 我前段时间看到 财敬采访这个 圣战分子的这个 纪录片 他跟那些 曾经的狂热的圣战分子 在沟通当中 就发现他们是真的相信 他们真的相信 这个自杀式的这种训道 可以在天上有72个厨女 有这个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是真实的 他们相信这个 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很多人真的以为说 凭着他的好行为 他就该受上帝 对他好 他也得奖赏 就好像一个孩子 他说 我是个好孩子 所以爸爸妈妈 应该爱我 是吧 我很努力 我很勤奋 我很听话 所以爸爸妈妈应该爱我 他心里想了 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想起那个大儿子了吗 他说父亲 这么多年我在你的家中 做工是吗 我从来没有违离过你 但是他的心里面会怎么想 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待你的小儿子的 他无比你 你懂得 奥多主义者 总是觉得自己是 要有好行为 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好行为 觉得自己配 如果用这样的心态 用这样的心态 以为说重是因为我们 我们努力的重了 所以我们该有好收成 好像如果你没有好收成 上帝就欠你一样 这是道德主义 那另外的一种 一种过谬 就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说 上帝没有要求什么好行为 只要信就够了 信耶稣上天堂嘛 哪里说的有好行为 基督徒为什么要行善的 没有我 没有讲 就像 就像这个 小朋友 小朋友说 爸爸妈妈只要爱我就行 爸爸妈妈就是爱我 不要对我有什么要求 叫我做家务 叫我洗碗 我能不能不要洗碗 我打到了以后 自己会洗碗 为什么要在家里洗碗 是吧 我为什么 为什么要 要现在做这个 做那个 为什么要端点身体 要做作业 只要爱我就行 不给我提要求 你觉得 那就是合你的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觉得都合你吗 自由主义者 会倾呼上帝的律法和标准 要知道 上帝把我们 从这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 是为了什么 在以父所书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当中 他讲到说 这样讲到说 我们得就是本婚 也应则信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但是这里有句话说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了叫我们行善 为了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 这样的弟兄姊妹 上帝救我们 我们不是叫我们 只是等着有一天 有一天 在地上不管怎么浪荡 有一天 你只要信 你只要信 你就有一天也上天堂 在天堂里面什么都是好的 那你跟那些 那些 这些特别主义者 有什么区别呢 那种医者是 就以为是凭着他的好行为 他要得奖赏 那你以为呢 你就以为说 你只要做出一个信心的宣告 我只要相信 我说 你信耶稣吗 我信耶稣 好 立刻就可以 就可以去天堂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你如果 如果是有真的信心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就开始 会按照这个信心 所揭示的 上帝的标准 生活的地上 所以 有一件事啊 有一件事 对我的刺激非常的深 让我非常的 震惊 就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啊 中国开始 大规模的推行土改 什么叫土改 土改就是 就是把 有土地的人 当作外人 来斗争 把他的土地 抢过来 然后分给 没有土地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注意一件事 这直接的 违背上帝的 解密 这就叫 抢夺别人的东西 这叫 偷别人的东西 这叫 参念别人的东西 直接违背了 上帝的 十界的 第八界 第十界 当然 这其中还包括 违背 违背 第六界 不可杀人 有很多的地主 在那斗争当中就被杀掉了 但是请注意啊 当时的基督徒 接受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障碍 包括有一个 后面 我们 我们都因为他的 坚真和勇敢 非常佩服的 一位姊妹 就是林昭姊妹 林昭姊妹 在1947年 读这个教会学校的时候 不受洗 但是 在50年代初的时候 他就积极的参加土改 当他在斗争地主 抢夺地主的土地的时候 他没有意识到 就直接违背上帝的诫命 但我举林昭的例子 我是希望大家 能够想 我不是说林昭 不值得佩服 而是说 现在弟兄姊妹 我们在新 新教的传统当中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对上帝的律法 是何等的清楚 与此形成一个 鲜明的对比的是什么 就是当时天主教的 很多 有天主教教徒 比较多的地方 五改几乎无法推行 因为他们很简单的说 知道说 这个直接违背上帝的诫命 我不能够要 我不要分给我的土地 这是不对的 弟兄姊妹 那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会用一种各种奇怪的 从人的情欲 而来的各种 各种的说法 来模糊掉 上帝所要求我们 在世上 所活出的 那个圣洁的生命 我想在 最近教会 这几年 教会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逼迫当中 特别是在这个关于 大骗罪的逼迫当中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他在面对恐吓 面对威胁的时候 有人说 你不这样做 那你就要失去工作 你不这样做 你就 你的 你的亲戚朋友 就要怎么样孤立你 然后你不这样做 你就要失去自由 等等 如果你不指控 你不指控 其他人 你不指控你的教会的领袖 是在诈骗你的钱财 你就要遭遇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那很多弟兄姊妹 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试炼 领导他 那很轻忽的就做了一个决定 好 我赶紧签字赶紧回家 好像没有发生 反复无事发生 是非常可怕 亲爱的弟兄姊妹 要知道 重视神的旨意 我们若不按照神的旨意重 若不按照神的旨意行 会有什么收成 对你上帝的 会得到好收成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道德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 福音的那条路是什么 是我因为 耶稣基督为我而死 我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为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 赐给了我 所以我 现在 我的身份 不一样 我不再是属世界的 我乃是 属乎我的主耶稣基督 现在 神喜悦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是吗 那王一牧师有一次 讲道的时候 讲道说 不管他们喜不喜欢 是吧 只要我的神喜欢 是吧 神喜悦我做的事 我就去做 神呼召我行善 而且神给了我行善的能力 我不像从前 从前我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的能力行善 是吧 那但是现在 主救了我们 是为了 要叫我们在 地上可以行善 按照他的旨意 按照他的心意来住 而收呢 收过是多少 将来会怎么样 那在主 他自己的掌管 如果这个收成里面 有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眼见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感谢主 这是他的赏赐 第三 众和说的第三个法则 重是神的旨意 收是神的赏赐 众和说的第四个法则 重是从弃人重 收是从国度收 现在弟兄姊妹 这个异人啊 你也是考虑的说 这是一时一地的 一个具体的教会 一个具体的弟兄姊妹 是的 行为的抉择 都是从你 这异人发出来的 都是从一个具体的教会 做出的决定 我们会决定 我们要 把我们自己 这个资金的多少 用于国度的服饰 我们要把我们的 中原的经历的多少 用于国度的服饰 这是我们自己 就要做决定的 但是 这个决定 有的时候 你做出了一个决定 不只是影响了你自己 和你的教会 其实是在国度里面的影响 我想 当年 2007年 08年 前后 当守望教会 决定去登记注册的时候 他不是为他自己 一间教会 要登记注册 他是为你中国家庭教会 来测试 这个政教关系的边界 那测试的结果 是我们众人都得益处 都知道登记注册不可行 不用事了 安言魁传道前段时间 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他被放出来之后 他被判刑 一年的那个 所谓通越国境的 这个一年的徒刑 远期徒刑 同时还有一个 5000元的罚款 那言魁传道 经过祷告 就决定不交 是因为交不起这个罚款吗 不是 是因为良心的缘故 言魁传道说 我和王一牧师 在有一点上的 这个立场 一致 就是我们 服法 但是不认罪 那你知道 不交的5000块钱 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对吗 那法院就提醒说 就发了一个通知给他说 如果你不交 那你有可能会因为拒制罪 拒绝执行这个法院判决 拒制罪 有坐牢三到七年的可能 但是言魁传道 经过 祷告 他们夫妻同心的坚持 不交这个罚款 愿意为此承担任何的后果 他不是为他自己 亲爱的丁子们 如果是为自己的员工 为自己的好 个人的益处 和一间教会的益处的员工 那赶紧把他5000块钱交了 那后面不就 很多的方便 但是 我想 这是为了国度的缘故 持守底线 还有 弟兄姊妹 知道我们学堂在很大的艰难当中 这几年 其实非常不容易 办学非常不容易 老师的流动性很大 学生 也流失的很多 很艰难 是的 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艰难当中 我们这几年 跟外地的学堂一起合作 主要的参与者 有我们的学堂 我们所开发的这个声约语文的 这个教材 从开发之初的时候 就确定一个原则 这一套的教材 免费的 无偿的 完全开放给 所有的弟兄姊妹使用 包括其他的学堂 和 再加上学的弟兄姊妹 都可以来使用 那现在 祝福的范围 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对吧 你当你在一个地方 投入 一个地方播种 的时候 你可能当时没有想到 但事后你会发现 在国度里面 祝福了许多的人 所以 你今天 如果为宣教 为基督教教育 为神学教育 为基督徒所做的 公益慈善 和社会企业 奉献 你为这个受逼迫的教会 奉献 你去服侍 这些受逼迫的教会 受逼迫的圣徒 和他们的家庭 我相信 不只是 有一石一地的收成 你会看到 在国度里面 将会有的 更大的收成 这是第一点 第一个点 就是说 从末世和国度的眼光来看 众和收 少众的少收 多众的多收 在这里面 我讲了 读者法则 第一呢 众是从今生众 都是从永恒收 从永生收 第二呢 众是从信心中 都是从眼见收 第三呢 众是神的旨意 都是神的赏赐 第四呢 众是从义人中 都是从国度收 好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从 争点和善行的循环 来看 众和收 总结起来 一句话叫 种慷慨的种子 收 仁义的果子 这样的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 在我们 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 有一个恩典和善行的循环 你看到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 但是恩典一开始 是从哪里来的 恩典不是我们正来的 恩典是赐下来的 首先就赐下了恩典 赐下了恩典之后呢 使你们凡事 常常充足 能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凡事常常充足 就是恩典进来之后 第一重的果效是什么 就是使我们因基督的贫穷 而成为富足 我们成为富足之后呢 他就讲到这个富足 要给出去 要行善 行善的 这个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你因着这善行 而得了上帝的喜悦 居然的乐意的人 神是神所喜爱的 神所喜爱的人 神要尽须的赐恩典给他 所以你看到 这个恩典的正向的循环 上帝他所种下的恩典 他首先改变了我们的眼光 改变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从困乏进入到丰盛当中 然后进一步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从索取的人变成奉献的人 从天天行恶的人到可以行善的人 那恩典也带来了更多的恩典 因为蒙恩 以至于蒙恩 上帝是那个创始成终的上帝 他开始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他开始的 他会完成 他次的恩典 这个恩典会继续的循环运作 使得我们在他的时候成熟 所以首先我们看到 所以众和收的第五个法则 我继续讲 还有三个 众和收的第五个法则是什么 众和收的根基是恩典 这恩典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普遍的恩典 普遍的就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一分根源 一分收获 但是现在听子你知道 这个是恩典 能够有一分根源 一分收获 因为很多时候 在和西阿书当中 第八章第七节讲说 他们所种的是风 所收的是暴风 所种的不成河酱 就是发苗也不结实 即使结实 会帮人必吞吃 当你在上帝的这种 处组当中 当上帝的刑法 和管教临到的时候 他发现 种不一定有收获 今天我们能够工作 今天我们能够服侍 今天我们能够吃饭 这通通都是恩典 我们口中所呼出的 和鼻子里面所吸入的 每一口气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能够种能够收 能够能够有种有收 这本身就是恩典 这个恩典不只是给上帝的百姓 所有活着的人都是依靠这个恩典 邻间提教的小威丫 野地的走兽 也都是依靠上帝的这个恩典 但是这是这个 这个是普遍的恩典 没有一个恩典 这个特殊的恩典 只能给他的百姓 就是这个耶稣基督 他的救恩 白白的赐给我 让我们得着永生 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从此以后我不再需要自己 自己去赎自己的罪 我赎不了自己的罪 我也不需要赎我自己的罪 因为基督已经担当了 当我真正信靠基督的时候 我已经进入永生 我不需要等到将来 我死了以后再进入永生 我现在进入永生 我现在就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就是在今生播种 在永生收获 所有信靠基督的人 都是在今生播种 在永生收获的 没有耶稣的恩典作为前提 人就还在立法的咒诅之下 还在行为之约的这个约束之下 就不可能行善 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 在《为民信条》的十六章 第七节讲说 虽然为重生者所行的事 或许本身是上帝所吩咐的 并且对己对人都有益处 但是因为他们不是从那被信心 洁净了的心发出来的 也不是按照圣经 用正当的方式寻出来的 又不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正确的目的 所以他们都是有罪的 既不能起悦上帝 也不能使人配受上帝的供典 可是人若忽略他们 便更是罪 认为上帝所不喜悦 所以你知道 不信的人 没有重生的人 他们无法行善 因为他们的心是不对的 他们目的是不对的 他们的标准是不对的 他们没有办法行善 一点都不得 所以前来弟兄姊妹 用和收的根基 在于恩典 在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书信当中 有前一封 前面的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的前书里面 保罗就讲到说 他说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如果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了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是的 当地是按照我们 在今生的正 来决定我们的永生当中的赏赐 是的 现在弟兄姊妹 你不要忽略这一点 是有永生的赏赐 永生赏赐是跟你今生的 奉献 跟你今生的服饰 跟你今生在上帝面前 那个真正的敬虔的生活 是直接相关的 是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 特别提醒我们一点说 我们 他指的是服侍教会的这些工人 特别是使徒的这个群体 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 所以首先我们是神所种的 神种了我们 神在我们的里面会有收成 这个是关键的一个要点 对吗 我和说的根基是在于恩典 保罗说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痛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吗 这个根基是什么 这个根基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除了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是的 所以你要注意到两方面 一方面 这个根基 如果没有这个根基 人还没有领受这个恩典 人还没有 在圣灵的光照当中 重生 他就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当中 这个从恩典到恩典 这个从恩典到善行 这些循环跟他没有关系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无法 是无法行善 这是综合收的法则 第五个法则 综合收的根基是恩典 综合收的第六个法则 综合收的循环 正如恩典和善行的循环 就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里面讲的 是 你看到 首先是恩典 然后有善行 你多多的行善 然后就结出善果 都有一果 就更多的行善 然后上帝喜悦你 你就有更多的恩典 你看到 如果打一个比喻 你先有种子的嘛 先有种子 然后才去播种 你播了种之后 得有收获 你收获了之后呢 收获了之后 你就有更多的播种的机会 然后更多的播种之后 你有更多的收获 甚至我说 亲爱的丁子妹 这个播种的比喻 还不够准确 我们可以 想到另外一个比喻 不是每年的撒种 而是像种一棵树 种一棵树 这个树 如果 如果这是主族种的一棵树 这是主族把它摘在汽水旁的一棵树 这棵树就要长大 我们刚才读到那些经文 如果你按照原文 完整的翻译出来 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 上帝能把一切的恩典 充充足足的赐给你 使你们在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时间上 得到完全的充足 使你们可以在每一件善事上 都能够充充足足 这棵子里看到 这个恩典 是起头的吗 从恩典开始 恩典的运行 带来了我们的充足 因他的贫穷 我们成为富足 然后这个恩典的运行 就使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结出这个 酸果 要结出恩典的果子来 这个果子就是你可以去行善 那你去行善 就得到上帝的喜悦 不信的人是不能得上帝的喜悦的 他们做那些事情是他们该做的 他们不做 上帝更不喜悦他 但是你却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 你得到上帝的喜悦 上帝就赐给你更多的恩典 上帝能把一切的恩典 充充足都赐给你们 然后使得你更多的 尽力 经历上帝的丰盛 然后经历 行善 所以 众和收的第六个法则 这个众和收的循环 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正如恩典和善行的循环 好 第七个 众和收的法则 众的是今生的善行 收的是永生的赏赐 经文说 他施舍钱财 他施舍钱财 周继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在地上的奉献 他在地上周继贫穷 怎么会有人意存到永远呢 所以我们看到 在今生的善行 收的是永生的赏赐 神经加拉太书 也是保罗写的书信 在六章七到十节这样说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这样的弟兄姊妹 世人当中有一种 很高明的被推崇的投资方法 叫做价值投资法 价值投资 就是你要选择那些 别人看得出来的 被严重低估的 那种资产进行投资 别人不知道这个将来很有前景 然后你现在去投资 然后买在手上 不要卖 就等着他 他的真实的价值显出来 巴菲特 是这个价值投资的大师 但是 现在弟兄姊妹 每一个真正的信靠上帝 真正在主里面蒙了光照 有那个真信心 得了重生的恩典的弟兄姊妹 都是价值投资的大师 因为你们才知道 那个真正在这个世界上 最应该投资的是什么 真正被低估的是什么 真正被低估的是天国 是永生 你值得将全部的今生投入 不只是财产 而且包括你的自由 包括你的生命 投资在永生的事情上 意思就是说 为我施丧生命的 将要得着生命 这样的精子 你在今生 的 重 是你就在今生你的奉献 你的服事 你的养儿育女 你在家庭 在客厅 在卧室 在厨房 一切的辛劳 你在职场的工作 以忠心的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上帝的名 去服事他人 这一切都是你在今生的 动 而在 世人看来 你说这一切有什么价值 我们教会 可能会被很多 很多不幸的人笑话 你们 你们把这个 女性都洗脑了 让他们都 都跑到回家 带孩子 生那么多孩子 多可怜 那世人看来 这些生了 三四个 四五个 五六个孩子的 天天在家里面 带孩子的这些 这些妇女 有什么价值呢 他们做的 他们做出来 做出来什么呢 那我们 在教会里面服事 在教会的学堂里面服事的 这些 这些老师 这些工人 这些传道人 有什么价值呢 你们创造什么价值 你们创造什么价值 你们的寄生虫 你们都是依靠别人 这世人 看不出来我们 在今生的这些奔跑 有什么价值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愿主使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在地上 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永生当中 有果效的 要么 要么 你所做的一切 是草木和解 之后 一把火烧掉 要么 你所经营的是 金银宝石的工程 将来必要 受巨大的赏赐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 总结一下 今天讲到的 种和收的法则里面 讲到了七个 第一个 种是从今生种 收是从永生收 第二 重是从信心种 收是从眼见收 第三 重是神的旨意 收是神的赏赐 第四 重是从义人种 收是从国度收 第五 种和收的根基 是恩典 第六 种和收的循环 正如恩典和善行的循环 第七 种的是今生的善行 你收的是永生的赏赐 感谢主 求主来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 带着上帝的依许和盼望 在今生 只问 不认收获 在永恒 盼望收获 作果累累 圣经 当然也警告我们说 如果我们的今生 不照着神的心意 来栽种 根源 我们在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跟孩子的教育当中 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当中 在我们每一天 所接触的 信的人和不信的人 的相处当中 如果我们不按照上帝的心意 来根源 栽种 我们在今生 得不到益处 在永恒当中 也将收获空空 哈盖书一章四节讲到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君之异和华 如此说 你们要寻查自己的行为 你们撒的种多 收的却少 你们吃 却吃不 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 却不得暖 得宫钱的 将宫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 不按照神的心意 注目永恒 我们只是注重今生 我们想要注重今生的享受 我们一切的奔跑 将是徒劳的 但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也得不到上次 当然我们要从根本上 我们要知道说 天父是那个栽种的人 我们都是被栽种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的世上所行的一切 是我们效法天父 栽种的行为 我们要栽种良善 公义信实 怜悯 康慨 而也必将在永恒当中 收获那个丰盛的果实 得着天父的上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如何种 你期待如何收呢 有一首古老的圣诗 是圣弗兰西斯 所写的一篇的导文 愿这篇导文 能够成为我们 如何种 如何期待收的 所效法的一个榜样 我以这篇导文 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 主耶稣 使我做你和平的使者 在有仇恨的地方 让我播种仁爱 在有伤害的地方 让我播种宽恕 在有怀疑的地方 让我播种信心 在有绝望的地方 让我播种希望 在有黑暗的地方 让我播种光明 在有悲哀的地方 让我播种喜乐 哦 主耶稣啊 使我那梦寐以求的 不求人安慰 但去安慰人 不求人理解 但去理解人 不求爱 但去爱 因为给予就是得着 宽恕人的就被宽恕 这样的死亡 就是我们的永生 我们低头来祷告 塞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愿你开启我们的 信心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 主我们生活 在一个末世当中 主啊 你再来的日子 这一切都要结束 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你的话是长存 唯独你的国是长存 唯独你的百姓 将进入到荣耀当中 与你永远的同在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因为今天 因你的恩典 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百姓 我愿你 将那个种和收的 那个永恒的法则 刻印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在今生 努力的去重 我们盼望 在永恒当中 主你那丰盛的赏赐 主愿你 将来对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说 你这忠心良善 拥有见识的国人 你可以进来 与你的主人同享 那喜乐的圣业 主愿你 在这间教会当中 继续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 奉靠 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